龙年新春之际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三位古生物学家 学兴院士 汪小林研究员 李纯研究员 接受中心社东西文专访 他们表示 虽然龙年的龙于远古地质时期 中生代陆地霸主恐龙 天空霸主翼龙 海洋霸主 鱼龙等并无关系 但希望以龙年里龙话题备受瞩目为契机 人们能更多关注恐龙 翼龙 鱼龙等古生物基础研究 关注漫长历史长河中地球的环境变化 生态演化及其对地球与人类未来的影响 三位古生物学家 首先对迄今为止 恐龙 翼龙 鱼龙等研究已揭晓的奥秘 和取得的代表性成果进行了介绍 上个世纪60年代末 70年代初 叫做恐龙温血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恐龙跟现在的爬行动物 鸟类可能更像 更像现在的内门动物 还有一个比较重的成果 就是80年代初开始的恐龙怎么灭绝的 小行星撞击说引发了关于恐龙灭绝 白俄界恐龙大灭绝的问题 同时其火山活动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但是现在一般认为主要的用户应该是小行星撞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意识到恐龙和鸟类是一种 恐龙变成了鸟类这样一个学说 以前可能有人觉得鱼龙海龙或者是骑龙 刚才我说的都是水里的恐龙 不对水里没有恐龙的 鱼龙和海龙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骑龙 最大的这个终生代的海洋发行动物类群是 鱼龙木和骑龙木 这两种动物绝对是不能上岸的 它是终生在海洋中生活 包括它的繁殖过程 或者说它的生育都是在海里 生育生殖这个卵在肚子里孵化 孵化以后生出来 它跟哺乳动物的胎生机制是不一样的 鱼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动物了 一百年来对它的认识还是有一些争议 所以说在近年来 由于中国大量的发现了这个鱼龙的化石 包括世界上发现了很多 那么我们对鱼龙这类奇特的飞行爬行动物 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那么近年来的中国有很多很多 重要的发现 你比如说第一个三维力气保充的 鱼龙蛋 鱼龙排胎也是在中国发现的 而且实际上最小的鱼龙 是中国发现的 叫隐居森林鱼龙 它的一闸只有25厘米 谈及在恐龙 鱼龙 鱼龙等研究领域中 中国和中国科学家做出的贡献 徐星表示 最近二三十年来 尤其是带羽毛 恐龙化石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与研究 使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世界恐龙研究的中心地区之一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地区 王晓琳介绍说 迄今所知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 最富级翼龙化石产地新疆哈密白厄纪翼龙伊甸园的发现和研究 让学界对翼龙有更多了解 李纯则表示 全球海生爬行动物群有三个主要地理区域 中国区域后来居上 目前发现化石材料 鼠种最丰富 三位古生物学家表示 恐龙 翼龙 鱼龙等研究 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几代中外古生物学家通力合作 借助新的技术方法 通过更多确凿的化石证据等 逐步研究揭秘 生态系统是怎么样变化 借鉴对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想也是可以提供一些参考价值